A、B、C、D 餐不知如何選擇? 士多啤梨蘋果橙,哪一種才對? 就算是退休策劃,一樣有很多選擇 市面上有各種增加退休儲備的方法 例如在強積金方面有 額外自願性供款、靈活供款 強積金可購稅自願性供款等 在保險方面就有儲蓄保險、年金 合資格延期年金保單等各有特色 近年大家比較關注強積金可購稅自願性供款 和合資格延期年金保單 因為他們都有購稅優惠 兩者在每個課稅年度 合共每人最高可享港幣6萬元購稅額 最多可以省港幣10,200元稅 那兩個方案其實有何分別? 就讓這對孖生兄弟告訴你 大媽和小媽的出生時間雖然相差兩分鐘 但性格很不同 小時候踢球 大媽踢前鋒 小媽就做龍門 大過了 大媽做潛水教練 小媽就在上水教書 他們今年40歲開始籌劃退休生活 一向進取的大媽就選擇了 強積金可購稅自願性供款 而比較穩實的小媽就選擇 有人受保險成份的 合資格延期年金補單 以方案特色來說 強積金可購稅自願性供款 容許因應不同計劃的規定 而自訂供款金額及供款週期 也可以隨時暫停供款 比較適合大媽這類 要靈活調配資金 又傾向接受較高投資風險的人 至於合資格延期年金補單 就會預先訂好保費及供款期 市面上的合資格延期年金補單 最低保費總額是港幣18萬 供款期最短五年 個別計劃還有非保證回報 就適合小媽這類 凡是有預算的人 到日後提取資金 強積金可購稅自願性供款 可以在65歲退休時 或者符合其他法定理由下 一筆過或分期提取結餘 而合資格延期年金補單 就可以在50歲開始分期收取年金入息 領取期最短10年 正如之前所說 兩個方案都可以抹著購稅 購稅額的唯一分別 是如果夫婦二人都是納稅人的話 合資格延期年金補單的購稅額 可以由配偶享用 想知道強積金和保險方面 有甚麼退休方案適合你 現在就致電 恆生強積金服務專線 或者人壽保險客戶查詢熱線 跟我們談談吧 pourra 為了 had